第九章 尼摩船长 火山复活了 蒸汽透过地下的烟层从火山口冒了出来 火山究竟会不会爆发呢 这是很难预料的 从这一天起 山顶的烟雾就一直不停地冒 而且越来越高 越来越浓了 天气转暖 造船的工作继续进行 史密斯利用岸上的瀑布建造了一个水利锯木装置 有了它 树盖很快就锯成了铺板和托架 九月底 船的骨架和类材都差不多完工了 但是 铺板工程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造船工作非常辛苦 每到晚上 工人们都会筋疲力尽 十月十五日晚上九点 大家都很困了 这时 餐厅里的电报铃突然响了起来 那电报纸可能是从出篮打过来的 可是 水也没有到出篮去 伙伴们面面相去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时 又传来一声铃响 史密斯走到电报机旁边 试着回了封电报 你要什么 不一会儿 他们收到回信 立刻到出篮来 一定是守护荒岛的神秘人 一种强烈的好奇感催促着他们到出篮去 他们很快离开了花岗施工 来到海滩上 外面夜色昏暗 电闪雷鸣 他们不管天气恶劣 急忙爬过慈悲河岸 来到高地 过了吊桥 走上穿过森林的大道 十点钟的时候 他们来到了处栏 工程师敲了一下门 但是没有回答 他们推门走进屋子 发现里面一片漆黑 纳布点亮了灯 灯光照亮了屋子里的每个角落 他们走到放电报机的桌子旁边 赫伯特发现桌上有一张纸条 纸条上用英文写着 沿着新电报线一直走 原来 电报不是从出篮发出来的 而是通过一根连在旧线上的电线 从神秘的地方直接打给花岗施工的 纳布拿着灯 大家离开了出篮 工程师跑到一根电线杆旁边 只见绝缘物上有一根新电线一直拖到地面上 他好像穿过森林和富兰克林山的南部之脉 一直通向西方 跟着他走 史密斯说 他们立即沿着新电线迅速向前走去 电线有时架在树枝上 有时就在地面上引导着他们 他们爬过富兰克林山西南的之脉 又来到贫瘠的高地上 高地的尽头就是荒凉的玄武岩峭壁了 可以断定 电线一直通到了大海 天空的闪电不断闪耀着 快到十一点钟的时候 他们来到了紧靠西边大洋的峭壁上 电线沿着悬崖 进入一大堆岩石里 史密斯在前面带路 埃尔通跟在队伍后面 他们在又湿又滑的石头上往前爬行 不久到了玄武岩峭壁的尽头 这里有一道分水岭 他们沿着电线在分水岭上走了不到一百步 发现电线钻入了海底 大家都愣住了 难道要钻到水里去吗 工程师把伙伴们带到一个石洞里 他说 等一等吧 落潮的时候就会陷出路来的 他们缩在石洞里默默地等待着 这时 伴随着轰隆隆的雷声 大雨倾盆而下 午夜的时候 海水果然落下去了 峭壁底下露出一个庞大的洞口 电线拐过一个直角 进入了开阔的大洞里 又一个钟头过去了 大家冒雨来到海边 这时候 水面上露出的洞口 大约有八英尺 就像一个桥孔似的 澎湃的波涛在它下面汹涌着 工程师弯下腰去 只见在水里飘着一个黑色的东西 原来是一直系在洞内大石头上的小船 船身包着铁皮 里面放着两只桨 史密斯让他们都上了船 纳布和埃尔通划着桨 潘克洛夫掌舵 史密斯在船头用灯照录 周围一片漆黑 灯光又暗 看不出洞的大小和深浅 实际上 这个庞大的洞窟 是在地球的地质时代形成的天然地窖 它直通荒岛的地心 它们在洞里划了半个钟头 离洞口大约有半英里了 只听史密斯喊一声 停 小船停了下来 只见前面有一道耀眼的光芒 这是一种电力驱动的光源 它照亮了整个洞窟 小船朝着光源驶去 这里的水面有三百五十英尺宽 洞窟的这部分非常宽大 海水形成了一个小湖 湖中心扶着一个长长的 像鲸鱼似的东西 亮光就是从它的两边发出来的 小船慢慢地向它使劲 史密斯站在船头 兴奋地抓住记者的胳膊 喃喃地说出一个名字 史佩莱显然知道这个名字 他沙哑地说 是他 是那个逍遥自在的人 准是他 史密斯说 小船停靠在这个漂浮屋的左边 这里有一个敞开的舱口 大家一起从舱口冲了进去 他们走过一片甲板 来到一扇门前 史密斯上前把门打开 里面是一间富丽堂皇的屋子 他们迅速穿过这间屋子 经过隔壁的书房 进入一间宽敞的大厅 大厅里像博物馆似的 陈列着各种珍贵的矿物和艺术品 在室内一张高贵的沙发上 躺着一个人 那个人似乎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到来 这时 史密斯开口了 他说 尼摩船长 我们来了 躺在沙发上的人站起身来 他的面貌端庄 高高的额头 目光炯炯有深 胡子雪白 头发又多又长 他虽然体力衰弱 但是声音很洪亮 他带着惊讶的口吻 说 先生 我没有名字 可是我知道您 史密斯说 尼摩船长盯着工程师看了一会儿 然后又靠到沙发上去了 他喃喃地说 现在没有什么关系了 反正我快死了 大家都激动地注视着他 这个人就是岛上的圣人 这个万能的保卫者 在各种紧要关头救助了他们 潘克洛夫和纳布以为会发现一个超凡的神灵 可是他们看见的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人 一个快要死了的老人 船长又重新躺在沙发上 他望着工程师 问道 您知道我过去的名字 是的 史密斯回答 还有这只潜水船鹦鹉罗号 我和外界断绝来往已经三十多年了 谁居然泄露了我的秘密呢 莫非是十六年前 曾经到过我船上的那个法国人吗 是的 他们写了一本名叫《海底两万里的书》 专门讲述您的历史 那只不过是我一生中几个月的经历 船长打断了他的话 船长简单地叙述了他在荒岛上的事情 自从那个法国人离开鹦鹉罗号以后 尼摩船长继续漫游各大海洋 但是 他的同伴相继死去 最后只剩下尼摩船长一个人了 这时候 他已经六十多岁了 就把鹦鹉罗号开进了林肯岛下的这个石洞里 船长在林肯岛已经居住了六年 他打算在这里渡完自己残雨的岁月 可是有一天 他无意中看见有个大气球从天而降 当时 他正穿着潜水衣在海底行走 恰好遇上工程师掉进海里 就把他救上了岸 他远想远远避开这五个遇难的人 但是 火山运动使玄武岩生出水面 把他藏身的海港堵住了 他的鹦鹉罗号再也出不了地窟了 于是 尼摩船长只好留了下来 后来 他发现这些落难的人诚实 勇敢团结友爱 他就情不由己地去了解他们的疾苦 他穿着潜水衣 可以轻松地游到花港石宫里的深水井 就这样 他听到他们的谈话 现在 他们以前受到的神秘援助有了答案 最近 这位伟大人物心脏跳得厉害 他觉得死期就要到了 于是 他利用电报线 把花港石宫的他们邀请到这里 史密斯听他说完 就代表他和他的伙伴们 向船长表示感谢 天亮了 但是阳光照不进洞窟 因为这会儿正是涨潮的时候 海水淹没了洞窟的入口 一摸船长筋疲力尽地躺在沙发上 他虚脱了很长时间 几乎失去了知觉 他的体力快要耗尽了 全部生命都集中在心脏和头脑里 过了一会儿 尼摸船长用力抬起身子 他用微弱的声音对工程师说 先生 我对你有一个请求 船长先生 您说吧 相信我们 为了您 我们情愿献出我们的生命 尼摸船长扫尸了一下船里陈列的珍宝 转过头来对他们说 先生们 明天我就要死了 我不希望葬在别处 只求葬在鹦鹉落号里 这个洞窟的出口堵死了 潜水船没法出去 但至少可以沉在这个深渊里 我死后 请让全船的财宝做我的配藏品 我会留给你们一个保险箱作为纪念品 将来 你们可以好好的利用里面的财宝 明天 你们离开鹦鹉落号之前 把船尾的两个大悬塞打开 等海水灌进储水舱 船就会沉到大海深处了 史密斯和伙伴们答应了船长的请求 船长做了一个手势 表示感谢 并要求他们暂时离开大厅 让他独自休息几个钟头 大家离开大厅 走到鹦鹉落号内部 在那里吃了些东西 交谈了一会儿 又回到大厅里 这时 尼摩船长的精神已经恢复了 他的眼睛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他面带微笑地说 先生们 你们是诚实勇敢的人 我经常观察你们 并且很尊重你们 船长说完 和史密斯热烈地握了握手 接着 他又问他们想不想离开林肯道 潘克洛夫回答说 他们以后还会再回来 史密斯补充说 我们还打算把林肯岛 并入美国 把它开辟成一个海港 你们现在应该想办法 离开林肯岛 重新回到故乡 尼摩船长停顿了片刻 然后说 史密斯先生 我想和您单独说几句话 工程师的伙伴们 尊重垂死的人的要求 都退出去了 史密斯和尼摩船长 谈了几分钟 就又把伙伴们叫了进来 但是 他没有把船长吐露给他的秘密告诉大家 这一天平安的过去了 他们一刻也没有离开鹦鹉罗号 史佩莱小心地照料着尼摩船长 船长显得十分平静 只是不识难难的抑郁 偶尔还和旁边的人说几句话 午夜刚过 尼摩船长用力把两臂交叉在胸前 一点钟的时候 他就暗想的死了 居民们心中异常悲痛 几个钟头后 他们按照船长临终的遗愿 履行了他们的诺言 他们拿着恩人留下的纪念品 装满财宝的保险箱 离开了鹦鹉罗号 大厅里仍旧灯火辉煌 他们小心地把大厅的门关紧 接着又关上了甲板的铁门 然后跳上了寄在鹦鹉罗号旁边的小船 他们划着小船到了大船的船尾 那里有两个大悬塞连着储水舱 他们打开悬塞 海水灌进了储水舱 鹦鹉罗号缓缓地往下沉去 船上的强光照亮了海水 洞窟逐渐暗了下来 最后电光消失了 鹦鹉罗号沉到了海洋的深处 天亮以后 他们默默地回到了洞窟的出口 这时海水正在落潮 他们毫不费力地从洞口下穿了出去 潘格洛夫 纳布和埃尔通 又把船拉回洞内 放在洞里的沙滩上 为了纪念尼摩船长 他们给这个洞口起了个名字 叫打卡洞 雨已经停了 天空却还布满阴云 他们一路上很少说话 尼摩船长的离开 使他们觉得比以前更孤单了 早上近九点钟的时候 他们回到了花岗施工 造船工作重新开始了 史密斯 潘格洛夫和埃尔通 在纳布 史佩莱和赫伯特的帮助下 不停地忙碌着 一点空闲时间也不放过 飞快号上的锁具都保留了下来 他们只需要制造船身就行了 两个多小时以后 泪财摆正了 第一批铺板也放好了 1869年1月1日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暴风雨 荒岛上连续响起几次霹雳 闪电击倒了许多大树 史密斯认为 这种大气现象是和地心变化有关系的 因为伴随着暴风雨 火山也显露出复活的迹象 1月3日 天刚亮 赫伯特发现火山顶上 冒起了一大股烟雾 他立刻告诉居民们 大家马上出来 和他一起看富兰克林山的山顶 三个月来 火山口一直喷水汽 现在却是一股浓烟 它像一根灰色的柱子 从底部升到离山顶 七八百英尺的高空 然后向四面散开 像个巨大的蘑菇 史密斯注视着浓烟 说 朋友们 要发生重大变故了 火山现在已经着了火 我们很快要受到火山的威胁了 潘格洛夫没有觉得火山有多可怕 他把火山爆发看得很轻松 事实上 火山爆发往往伴随着地震 如果真的发生大地震 林肯岛可能会面临解体的后果 埃尔通趴在地上 把耳朵听着地面听了一会儿 说 我听见地底下 好像有一种隆隆的声音 大家全神贯注地听了一会儿 也听到了隆隆的响声 但是听不到什么爆炸声 人们认为 烟雾应该是从山中间的出口 顺畅地释放出去了 不致产生畸变 因此也就不用担心爆炸 好了 潘格洛夫说 我们还是赶紧造船吧 再过两个月 新船就造好了 他们再没说什么 就都到造船所去安装内隆鼓了 这天是1月3日 他们整天都在忙着造船的工作 晚饭以后 史密斯 史佩莱和赫伯特 又爬上了跳望港的高地 山口着火了 赫伯特最先跑到高地上 指着富兰克林山喊道 黑夜里 富兰克林山山顶上浓烟密布 透出的火光虽然很微弱 但是把整个荒岛的上空都硬红了 史密斯 记者和赫伯特 在高地上逗留了一个钟头 才回到花岗施工 工程师一直在全神贯注地想着心事 显得忧心忡忡 三天过去了 他们辛勤地继续着造船工作 富兰克林山上烟雾的火光更多了 里面还喷出一些炙热的熔岩 有的喷出来以后 又落回火山口里 显然 内部压力已经是岩浆胀起来了 只不过暂时还没有升到火山口 在这种情况下 造船的任务更加紧急 但是 荒岛其他的工作也不能不做 首先 他们必须到处栏去 因为炎阳和山羊都圈养在那里 1月7日 埃尔通准备到处栏里工作 工程师决定陪他一起去 顺便观察一下火山怎么样了 1月8日 天一亮 史密斯和埃尔通坐上两头野驴拉的大车 飞快地向处栏奔去 大片的烟雾从森林上空飘过 史密斯和埃尔通快到处栏的时候 天空忽然下起一阵细小的黑雪 树木 草场 都盖上一层薄薄的烟灰 后来 一股大风吹过 浓烟被刮到海上去了 工程师认为 火山的喷发比以前要严重了 等他和埃尔通到出栏以后 那里的羊群也表现得有些不安 工程师决定 再到达卡洞去查看一下 史密斯和埃尔通出了出栏 往西岸走去 森林里的野兽和飞鸟也都不见了 微风扬起地上的烟灰 他们被包在尘土里 互相看不见对方 为了不被烟灰迷住眼睛和呛进嗓子 他们小心地用手帕捂住眼睛和嘴巴 史密斯和埃尔通每走一段路 就不得不停下来喘息一会儿 因此 等他们来到达卡洞时 已经快中午了 埃尔通把存放在狗门底下的小船拉出来 和工程师一起跨了进去 埃尔通用火刀火石点着了灯 把灯放在船头 然后花起奖来 史密斯长着舵 向洞窟里驶去 小船往山洞里行驶了一会儿 史密斯清晰地听到 火山内部传来隆隆声 他还闻到一种强烈的气味 这种带有硫磺味的水蒸气 几乎使两个人透不过气来 尼摩船长担心的就是这个 史密斯喃喃地说 我们再到洞底去看看 二十五分钟后 他们划着小船来到洞窟深处 史密斯站起身 拿着灯仔细地查看四周的石壁 石壁上有许多裂缝 刺鼻的水蒸气从缝隙里钻出来 在洞窟里扩散 史密斯低声说 没错 船长说得对 危险就在这里 这太可怕了 埃尔通一句话也没说 史密斯做了个手势 他又滑起奖来 半个钟头以后 两个人出了打卡东口 1月9日 史密斯和埃尔通回到了花岗施工 工程师马上召集伙伴们 沉重地对大家说 林肯岛的灾难就在眼前 我们的荒岛早晚要毁灭了 这是没法挽回的 他们都愣住了 他们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尼莫船长临死前告诉我 史密斯说 林肯岛和别的岛屿不同 它是迟早又崩溃的 昨天我和埃尔通探索了打卡洞 这个洞窟和火山的中央管道只隔着一层石壁 我发现 这片石壁上有许多缝隙 它不久会列成一条大口子 石火山管道与洞窟的海水相通 一旦海水穿过中央管道 灌入沸腾的岩浆 会立刻转化成气体 就像锅炉里的气体遇到高热突然膨胀一样 那时候 林肯岛就要发生大爆炸 他们现在明白灾难来临了 一想到心情开拓的荒岛将要遭到毁灭 他们的心情极度忧伤 他们决定要用全部力量加速赶造新船 因为这是他们逃生的唯一出路了 1月23日 船上的甲板铺好一半了 这天晚上 岩浆达到了火山的表面 只听见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 他们连忙从花岗十公里跑出来 火山顶上的火山锥被抛到地面上来 震动了整个黄岛 火山口扩大以后 喷出的火焰更加明亮 照得满天通红 一股岩浆从新的山顶涌了出来 像水从花瓶里溢出来似的 艾尔通大喊一声 出栏 他们一下子回过神来 急忙向出栏跑去 人人都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要把那里面的牲畜放出来 早上三点钟的时候 他们来到了出栏 艾尔通打开大门 慌张地牲畜向四面八方逃去 一个钟头以后 出栏里到处是沸腾的岩浆 河水化成一片蒸汽 房子像干草似的烧光了 面对自然界的巨大变动 人类毫无办法 现在天已经亮了 火山的岩浆四处横流 史密斯带领伙伴们 撤退到了格兰特湖边 工程师心里明白 如果湖水能够挡住岩浆前进 荒岛上有一部分就可以保留下来 如果洪流漫过远溪森林 他们就只能在这些石头上等死 如果荒岛发生爆炸 他们的死期可能还会提前 这时候岩浆的洪流从森林里冲出一条道路 一路来到格兰特湖边 动手 史密斯大喊 大家马上领会了工程师的意思 他们急忙跑到造船所 拿回来许多铲子 铁锹和斧头 几个钟头后 他们就住成了一道又高又长的堤防 不久 岩浆流到堤防脚下来了 洪流顺着堤防 泄入了格兰特湖 他们屏住呼吸 呆呆地看着这场水火之战 沸腾的岩浆流进湖里 湖水不断蒸发成水汽 发出丝丝的响声 岩浆立刻凝固成岩石 凝结的岩块堆积在一起 平静的湖面上 不断形成一大堆热气腾腾的岩石 这次水要被火打败了 过不了几天 格兰特湖就会被岩浆填满 但这对他们还是有利的 跳往港的高地 花岗石工和造船所 都可以暂时保全下来 在此后的时间里 他们不停地在造船 同时 沸腾的岩浆流进了远溪森林 树木燃起大火 各种飞禽走兽都惊慌跑窜 劫后的森林 甚至比沼泽地还要荒凉 而格兰特湖只剩下了南边的一角湖水 到了3月8日 他们估计再过5天 就可以使心传下水了 他们在林肯岛经受了无数考验 这时 心里又产生了希望 但是情况变得更加险恶了 火山口的岩浆又沸腾起来 洪流从格兰特湖的西南岸流过甘油河 侵入了跳往港的高地 墓房和旧房都要毁坏了 受惊的家禽刺散而逃 大火就要临头了 虽然新船的缝隙还没有最终添好 他们还是决定第二天就让新船下水 但是 就在这天夜晚 一股水蒸汽从火山口里喷出来 同时 还发出惊天动地的爆炸声 显然 打卡洞的石壁崩塌了 海水穿过中央管道 泄进火坑 蒸发成水汽 大量的蒸汽激荡就造成了大爆炸 在爆炸声中 山岩的碎片飞进太平洋 几分钟以后 海水就漫过了林肯岛 花岗石工的石壁坍塌下来 大约只剩十米长 六米宽 四米高的一堆岩石 漏在水面上 这也是林肯岛剩下的唯一一块陆地了 被炸成两半的富兰克林山 跳望港的高地 安全岛 气球岗 打卡洞的玄武岩 甚至狭长的盘舌半岛 周围的一切都消失在海洋深处 牲畜和鸟雷都在这场灾难里死去了 不幸的捷普也被压死在了地底下 史密斯使佩莱、赫伯特、潘克洛夫、纳布和艾尔通并没有死 当荒岛被炸碎的时候 他们在帐篷底下被抛到海里去了 他们浮到水面以后 看见海面上的那堆岩石就游过来 在上面站住了脚 不幸的是 他们只能在这堆石头上 靠以前从仓库里带出来的一些粮食和雨水维持生存 他们的新船已经被砸得粉碎 已经没法离开这堆礁石了 到了3月18日 他们只剩了两天的雨量 这时 他们的知识和智慧都没有用处了 只有上帝才掌握着他们的命运 在这以后的五天里 他们非常节约地食用粮食 但他们的身体都十分虚弱 只能躺在礁石上 奄奄一息 也不知道周围发生的事情 赫伯特和纳布已经有些精神错乱 只有艾尔通有时候 还能用尽全身的力气抬起头 看看寂寞的海洋 看来 他们只能在这堆岩石上等待着生命的结束 3月24日清晨 艾尔通突然看见水平线上出现一个黑点 他撑起身子 慢慢地站起来 用力伸出手发出求救信号 那个黑点是一只船 他正开足马力朝着礁石驶来 邓肯浩 艾尔通无力地说了一声 随后就昏倒在礁石上了 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醒来以后 发现自己在一只游船的船舱里 这条船正是格里纳凡爵士的游船邓肯浩 艾尔通在达波岛赎罪已满12年 现在 格兰特船长的儿子罗伯尔指挥邓肯浩 前往达波岛接他回国 格兰特船长 史密斯问道 你在达波岛上没有找到艾尔通 怎么会到林肯岛来呢 这个小岛在航海地图上都没有位置 因为我看到了你们留在达波岛的信 罗伯尔格兰特说 信是佩莱惊艺的问 是的 信就在这 罗伯尔说 一面拿出一张标明林肯岛位置的纸条来 这上面写着你们的所在地 史密斯接过纸条 看了一会儿 叫道 是尼摩船长写的 啊 潘格洛夫说 原来是他驾着我们的乘风破浪号 冒险到达波岛去送这封信了 他们对尼摩船长更为感激 他们都摘下帽子来 默默地念着尼摩船长的名字 为他祈祷 这时 埃尔通把尼摩船长送的保险箱交给了工程师 在荒岛沉没的时候 埃尔通冒着生命危险保住了保险箱 史密斯深受感动 他对罗伯尔说 先生 这个从前的罪犯 经过忏悔 已经成了一个正直诚实的人 我为他感到骄傲 这时候 罗伯尔才知道尼摩船长的传奇历史和他们在林肯岛上的情况 船上的人观测了林肯岛剩余的浅滩 把它标在太平洋的地图上 然后船长立刻下令启航 半个月以后 他们回到了美国 他们发现 经过残酷的斗争 祖国又恢复了和平 他们取出尼摩船长留下的一箱财宝 用其中大部分在伊阿华州购置了一大片土地 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一块广阔的聚居地 并且把它命名为林肯岛 这里的一条河就叫慈悲河 一座山就叫富兰克林山 一个小湖就叫格兰特湖 森林就叫远西森林 在工程师和他的伙伴们的辛勤努力下 一切都欣欣向荣起来 林肯岛的居民们都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